星期一至四都是我们的节目 今个星期的最后一节 和大家都要看一下 特区政府昨天有个很激烈的回应 针对福布斯来自财经雜誌FORPS的一篇评论 特区政府批评这个评论是堆砌失实 毫无事实根据的内容 并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 我们要看看这篇又惹怒了特区政府的评论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看到香港01的报道 引述了这篇评论名叫做 Hong Kong's Economy It's Now Risky Business 是来自Olivia Annals的一篇评论 引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报告 就说香港变得无乃了 这是香港01的报道 我们逐字引述 又说香港拒绝执行美国的制裁 近年加大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贸易 又提及香港在二三年八月到十二月 向俄罗斯运送了超过七亿五千万美金的违禁货物 为俄罗斯入春花囊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援 这篇评论就说香港成为了流民国家逃避制裁的中心 呼吁国际社会要认清香港做生意一件冒险的一件事 Whiskey 越来越危险 这也是有线新闻的新闻报道标题 特区政府说文章失杀毫无事实根据 又说这个基金会本身就是反华组织 强调一直按照中国外交部指示全面实施安理会的制裁 但是对于个别国家基于自身考虑 向某些地方私家单方面制裁 特区政府无权利亦都不会跟随 这篇评论里面有一些细节 我们继续看到香港01也指 这篇评论提及了香港公司正是从事船博船转运 建立空派公司等等方式 香港俄罗斯提供均民两用的技术和零件 去逃避所谓国际制裁 文章引述了相关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报告 说很多逃避制裁事件未有人记录 但也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是不能无行动的 说美国应该加强金融工具打击香港的非法活动 包括美国爱国者法案里面的反洗钱条文 又提及香港很多人就住香港实施 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后向商界发出警告 说条文也影响商界 以至商界尝试表现得一切如常 但现在风险确实比任何时间都要高 特区政府的回应实际上是强调的 香港实施安理会制裁制度是完善的 加上執法部门的调查工作严谨并且具有阻吓力 不少被怀疑的香港注册公司已被剔除注册 亦有可以船席被拒绝进入香港水域 这个有效事先阻止不法分子 利用香港作为违反安理会制裁的基地 从而维护香港国际声语 香港会继续依法严格维持安理会制裁制度 执法部门会继续根据法定权力 积极跟进所有怀疑违反安理会制裁的个案 并且会有足够的证据时候提出检控 特区政府说 维护国家安全 为在香港经营商户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 又强调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明确规定了应该维持法治的原则 法律定义清晰罪行元素明确 不应该香港居民和在港营商的人 和外国的正常交流 香港零一力也有详细引述特区政府的回应 香港的一国两制之下 拥有背靠祖国联统世界的独特优势 超级联系人和超级真正型的角色是无可比异的 香港市场高度开放和国际化 实行普通法制度 监管制度和主要海外市场接轨 加上资讯和资金自由流通 一直是企业发展业务 正在进展所长的理想地方 特区政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 这个发展利益全面准确地 贯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同时都依法保障香港居民 和在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权利和自由 坚定不移地维护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和长期分明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实际上回应那篇评论 在前面的一节 后面一大堆发言人 一直都在说 大家都是老身常谈 耳熟能长的说话 好了 福布斯这篇评论 是来自Olivia Ennos 他本身是克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这个是美国的主要智库 Hackson Institute 是美国的主要保守派智库 在福布斯介绍里面都强调 他是跟踪人权和国际安全 在这个亚洲地区的一些主要议题 亦都是乔治成 George Trump大学的一个兼任教授 之前福布斯的介绍里面 都有写到他 是香港自由委员会的 華盛顿主任 曾经是 亦都是传统基金会 亚洲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师 所以他的背景 其实交代得很清楚 亦都对于香港议题 一直有关注 因为传统基金会 大家都知道 一直都是排 香港 在经济自由指数里面 排首位 在几年前 所以他的背景 其实对于香港是很熟悉的 好 然后他里面提及 这个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事实上他们是在 7月下旬 即是一个星期之前 其实发表过一份报告 详细提及 香港在帮助俄罗斯 伊朗和北红 去转移资金和受限制技术方面 有忠心作用